雞彈這個瘋狂打他 把他拍裂 或是用摔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通常是用拍的啦 只是為了效果 效果 效果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今天要介紹的對是 夏日不流汗料理 看我今天沒有串回去就知道 這道菜就是 夏天怕煮飯怕流汗的人 就非常的適合 你接下飯送就好啊 對啊 對啊 欸 你們怎麼那麼這樣不給面子 欸 好像也是齁 好啦 那改名字啦 叫這個 月底吃土料理好了 月底樓沒有錢 我們看看比家裡面還有多少 空的 卡片提不出來 怎麼辦 嗯 好像有零錢喔 有零錢的聲音 零錢到底有多少 這下零錢可以買什麼咧 達啦 就是我前面的吃土料理 兩道 涼拌菜 月底 解決啦 好 我們今天第一道呢 先很簡單的 我相信很多人在家裡頭 天氣很炎熱的時候 都會想吃的 涼拌小黃瓜 那我們今天呢 大概需要的是 三條的量 這樣子的大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保鮮袋裡頭 家裡頭其實如果有用過的也沒有關係 這種洗一洗又可以再重複利用了 然後把它這樣扣著 為什麼咧 因為等一下怕會噴來噴去 你還要撿麻煩 接下來那個 瘋狂打它 把它拍裂 我需要摔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通常說拍的啦 只是為了效果 效果 效果 你可以用刀背 等一下會不會刀子這樣被撐去 好 這樣應該拍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呢 就是保鮮盒了 把它打開 先倒進去 這邊大概10克的鹽 10克的糖 大概是這樣 蓋起來 裝東西 搖一搖 它搖很屈敏喔 來 比大比小 好 來 好啦 其實這種天氣 我應該要放在冰箱裡頭 冬天的話可以放旁邊 但夏天一定要放冰箱喔 靜置大概是30分鐘 30分鐘之後就會出水了 水要記得倒掉 那我們在放冰箱的過程中 我要幹嘛呢 我來吃個餅乾好了 等待一下 邊等邊想 等一下第二道 到底要教大家什麼東西 畢竟是吃土料理嘛 我們等一下也是要走一個那個 涼拌路線 啊 剩下的小黃瓜也可以入菜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這個涼拌菜呢 會有金針菇 還有小黃瓜 以及紅蘿蔔 欸 這好吃耶 這是什麼 這個是 沒有 米小餅 鹽玄米小餅 粉紅色蠻好吃的 好 那第二道呢 我們趕快開始 紅蘿蔔先切絲 然後再來是玉米筍 要記得切一半 還有呢 我們要記得煮一鍋水 重頭戲就是我們的主角 就是這個 金針菇套袋切會比較乾淨 那金針菇我建議喔 要吃多少再洗多少 如果沒有要吃的就不要碰水 這樣子比較不容易發霉 要怎樣撕可以切得很細啊 撕很難切細耶 你看 就覺得很可怕 啊 我知道啦 出的 出的 不好看的 在廚房裡面 先把它吃掉 滾了 來 金針菇先加下去 玉米筍 也是好吃的喔 先來吃紅蘿蔔 好 我們讓它燙一下 因為其實這種涼拌菜喔 它要有一點脆脆的口感 會比較好吃 那在等待的過程 我就先來切大蒜 我們大蒜要切成小蒜末 然後拿一個小鋼盆 好 好 我們把它倒進去 我們先把蒜末先倒到這個鋼盆裡 然後再半顆檸檬 其實用醋啊 裹醋啊 也都是非常適合的 然後再加一匙鹽 然後再加醬油 撒上胡椒粉 然後把它攪拌 然後最後我們要放上小黃瓜絲 我們第一道的涼拌菜就算完成囉 但是要放涼 現在還太燙了 如果刀工好的朋友 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漂亮 要再加半顆檸檬進去 其實這個檸檬是為了要取代醋 檸檬比較健康 把它放進去 然後還要再一點香菜進去 把它揉碎 然後我們這邊是淋的是白芝麻油 然後再補一匙糖進去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鹽 一樣 老方法 搖搖 好 它就是非常爽口的涼拌菜 是不是很簡單呢 月底吃土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銅板生抽 兩道涼拌菜 希望大家喜歡囉 試吃時間 我們兩道省錢料理涼拌菜 月底吃土料理 就是這兩道啦 我看看小黃瓜 我剛剛本來很擔心 想說涼拌菜就涼拌菜 我要講什麼 後來發現 滿好吃的耶 而且你看喔 這一道應該有 外面的小菜的大概三份 所以你看你一口吃那裡都出 三份的小黃瓜 然後有餅的肉麵店的好吃 這道OK 打勾 另外這一道是涼拌的金針菇 這道也可以 可是要記得 一定要放涼、放冷、放冰的時候 吃的時候 夏天會更爽口 希望你們喜歡囉